你可能见过如此尴尬的告白现场 因为过于紧张 那句我喜欢你迟迟说不出来 少女一时口误 说成了我是你的粉丝 当时野气同学沉默片刻后 默默地上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左仓千代 16岁你高中生 向喜欢的人告白后 得到了他的签名 这是什么悲伤的剧情展开啊 千代连忙不救 这次要来个狠的 我想和野气同学永远在一起 够真情流露了吧 小样这还拿不下你 结果对面美丽GK的直球轰炸 野气军只是面目表情的来着去 那等会儿来我家吗 小千代直接傻了 难道自己喜欢的是一个亲父男 抱着这样的一问 他跟着野气军回到了家 野气军的房间干净整些 原来这就是男生的房间啊 等等男生的房间 千代这才后制后绝的反应过来 自己无疑于羊入虎口 这样的进展也太快了吧 如果现在回去 就会有其他女生过来 恋爱脑一发动 可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小千代羞红了脸 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的 面对教训的美少女 野气同学竟然拿出了一张漫画低稿 那么就拜托你把这张图成黑色了 孤男寡女共处于世 但却在图稿纸 一张接着一张 千代已经放弃了思考 直到要回家的时候 千代才从野气军那里确认 对方竟然是一名漫画家 看着千代震惊的模样 野气军也呆住了 什么都不知道 还能连干四个小时的涂黑工作 这孩子果然是绝佳的工具人呢 走在回忆这路上 千代回忆起野气军说过的话 对方正在月刊杂志上连载漫画 可这张签名上的名字 怎么不是野气梅太郎 而是孟野孝子呢 千代默念着这个名字越发熟悉 他火急火燎地冲进家门 拿出本月的漫画杂志 果然在上面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名字 孟野孝子 以细腻的心理描写 和绚丽的作画文明的人气漫画家 看着这少女满满的人物台词 任谁都以为作者是个女孩子吧 但实际上却是个面不改色 用鞋子拍蟑螂的真指男 甚至公然提醒女同学内衣外透 这样的家伙 居然被誉为少女之心的代言人 千代看着野气军的帅脸 又出不真实的感觉 自己喜欢的太太和暗里的男生是同一个人 千代瞬间获得了双倍的快乐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野气同学漫画家的身份 班上似乎只有自己知道 这难道却是传说中的特殊对待吗 少女的心在这一刻懵动了 然而真相其实是说出来没人信 但野气军的一句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又一次让小千代温度上升 难道说 难道说 没错 野气军洒然一笑 班上一张海报的涂色范围把控得当 能画出这种作品的家伙 干活肯定不差 好家伙 这句话翻译过来不就是 你是我早早就选中的工具人吗 话虽如此 小千代放学后还是去帮忙了 他想要更加了解野气军的生活 比如他一直以来有个疑问 为什么常常看见野气军带着商来上学 周围的同学都以为他私下是个不良少年 但其实那是通宵赶稿后浑身酸痛而贴的膏药 不过表面算是普通人 私下里是不良的套路 倒是可以画进漫画里 小千代无语了那还算哪门子的不良啊 果然少女漫画还是得这种 两人共乘自行车的浪漫环节 实在是让人心里小路乱长 然而野气军却表示 这是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 少女漫画也得讲究基本法 只能改称男主推着自行车并肩而行 或者让女主追到后面机型 甚至是女主骑车 男主又领带牵着的离谱场景 最后两个人也没能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 没想到第二天 野气军就骑自行车来学校 还说要让千代坐在后面 这这这 这是铁树开花了吗 千代激动的来到停车场 脑海中已经幻想了 无数种抱住男生的姿势 但谁能想到 野气军他准备的 既然是一辆双人自行车 谁一家少女漫画里 他们骑这玩意儿啊 沿途的路人都惊待了 只如同在双人竞速般的即逝感 根本让人无法心生爱慕 反而生出了满满的信赖感 野气军文言只好换了种方式 由男生发力 女生他后面不动 但是什么也不做的话 后面的人又有罪恶感 就连罪王道的双手搂腰心跳加速 也低不过双人自行车中间的绝望的距离感 最后 野气军只能画出一个毫无吸引力的画面来 甚至另辟蹊径 写出了先道先得 投三人可以坐在我身后 这样的鬼台词 大哥 你画的其实是搞笑漫画吧 偏偏几个女生还争得要死要活 你别说 最后是谁都得了二号座 还真挺让人好奇的 然而野气军淡定的给出答案 结果是车座全被偷了 能想出这种情节来真不愧是你啊 只可惜 交搞后被杂志则编觉得太胡来了 全都打回了修改 最后的成品还是改成了 推着车子一起回家的温馨清洁 配上细腻的心理读写 让读者看到的最新画后好拼如潮 追念了双人自行车 天代莫名有点上瘾 晚上又是照例帮忙涂色 多亏了这份助手的工作 让小千代获得了VIP追更位 他看着让人脸红心跳的剧情进展 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男生想出来的 换成自己绝对话不出来 这难道这是恋爱上的经验差距吗 野气军一愣 你在说什么呢 俺可这从来没谈过恋爱呢 这奇怪的自豪感是怎么回事啊 话虽如此 但野气军经常给别人当感情顾问 他顺带问起来 千代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千代回答 长得高高的 很有男子气概 自己虽然告白了 但对方却没有察觉到 也许只是单纯的认为自己好使唤吧 野气军一听 立即在这脸吐槽道 这种人有什么好喜欢的 这句话似乎扎中了千代的心 他有些迷茫 这样的爱恋真的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但就在第二天的上学路上 小千代目睹了野气军 从树上就像猫咪的画面 他瞬间想起了自己 希望让野气军的原因 在某个樱花烂漫的日子里 那个人将自己高高举起 现在会想起来都像梦一样 千代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他一定要将自己的心意 全部传达出去 这一次必须好好告白 千代鼓起勇气叫住野气军 握紧拳头 结结巴巴后 终于大声的说出了那句 我是你的粉丝 云苍千代 16岁女高中生 向喜欢的人告白后 又一次得到了对方的签名 他只能流着眼泪 强装开心的收下 这样无厘头的生活 想必还将持续下去吧 但即使是这样工具人的生活 也无法被小千代独享 他很快就认识了 另一个帮忙的同学 玉子柴石琴 一个看起来时髦直拉满 但脾气很差的帅哥 野气军亲切的称对方为小玉玉 这位的人气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简直就是少女漫画里的男主角本觉 但别看着兄弟 常常会说一些 让人浮想联平的台词 实际上 却是个对自己说的话感到羞耻 总把自己搞破防的菜籍 典型的又猜以外玩 小玉玉明显拿着傲娇女主的剧本 嘴上说是绝对不帮小千代的忙 实际上目光一刻也不离开 满脸都写着快来问我 搞得野气军都看不下去了 只好拜托亲代主动向小玉玉提问 这一下可把小玉玉高兴快了 看得出 他非常在意自己前辈的身份 不放过任何对小千代强调的机会 消息时三个人玩起流戏 给一个文件词 画出自己想象的画面 没想到小玉是一个灵魂画手 也俱进连忙解围 小玉的强项不在于绘画 而在为人物进行背景填充 千代见状惊呆了 原来你是负责加特效的 任何看似平平无体的画面 只要经过小玉的手 都会变得少女心爆棚 这个特效师甚至自带特效 嘴里说着玛丽苏的台词 下一秒就把自己修得面厚而赤 可以说是把反叉蒙洗到脸上的男人 千代很好奇 这样的人是怎么和野奇军认识的 野奇军表示 最开始自己是为了创作角色而观察对方 结果时间久了 关系就变好了 没错 野奇军鄙息的女主角 就是以小玉为原型而创作的 傲娇羞涩口是心非 这样一代入 还真是毫无违和感 但只有一个女主角的漫画 是不够丰满的 野奇军想要加入新角色 却苦于没有人物原型 这样画出来的角色毫无特点 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克六人大战 现在想起自己的朋友里 有一个叫赖伪杰玉的女生 总是在字面意义上被人追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运动能力超强 经常学校老师在身后吃灰 对方的性格十分爽老 不仅认为野奇军是个喜欢牵的的罗里控 还学着不良一样朝野奇军吹口哨 杰玉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聊天鬼才 女同学向他展示新满的包包 他却说隔壁油泥大树也有一个 打篮球时会撞倒敌顿的女生 打架着犯规也无所谓 比赛就是要打到对面退场为止 然后把对面的成员统统干飞 猛吃裁判哨声 野奇军对此的评价是毫无体育精神 面对要求的队友也是毫不客气 把单杆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 最后直接被裁判驱离球场 完全就是女版的樱花木道 野奇军看完之后直接怀人生 这样的反面教材真的能当女主角吗 走路时会无意挡住别人的相机 从书法师的画纸上直直的走过 甚至直接撞破别人的告白现场 这样的价格 居然还好意思凭他自己 非常短的察言观色 真是个完美的好女人 野奇军已经彻底失去评价能力 但意外的 杰月同学有这个说出十分热血的台词 甚至让野奇这个漫画家 都不自觉的深陷其中 渐渐的野奇军明白了 赖尾杰月是个怎样的角色 吉而言之就是一个KY啊 等等 一个擅长运动的KY 野奇军顿时灵感如泉涌 他感觉自己快要抓住新角色的精髓了 尤其是在路过声乐室时 他听到节约优美歌声的瞬间 一个声动的新角色 就这样自脑海中诞生了 没错 就是漫画中这个欠作的男儿号 当晚 小语得知千代介绍了一个新角色后 立刻不甘受的表示 自己也有一个少女漫画风格的朋友 对方克是学院里的王子殿下 名为鹿岛游 一个密岛万千同性的女生 最可怕的是 鹿岛同学 即便说着玛丽苏的台词 也丝毫不会觉得羞耻 所以这个王子的外号 也不算什么美称 而是男同学这种浮夸作风的点评 毕竟谁会在日常生活里 称呼其他女孩子为公主殿下呀 要不是长得好看 恐怕早已赢得游王的雅称 不过鹿岛在其他地方 还真是如王子般的完美 无论是学业体育 胆量还是情商方面 都碾压小语这个女主角 对方很好奇 野其三人是怎么认识的 由于不方便揪露漫画界的身份 野其均变总结为 在公寓旅房间里干支干纳的关系 这下更容易让人误解了 就在这时 突然冲出来一个男同学 一脚踢到鹿岛说要把他带走 对方是戏剧部的部长 特地来抓捕撬门的鹿岛同学 鹿岛在被抓走前的不忘输出 其的部长直接来了一个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着实看待了野其三人 晚上进行涂色工作的时候 千代发现在漫画的背景上 有一个特殊的标记 才知道野其均 还有一个负责背景涂色的助手 就连小语都没见过对方 野其均表示 对方要参加社团活动 只有在深夜时才来帮忙 野生人静独处一致 还用着这么可爱的标记 小千代立刻闹不出野其均 和其他女生在一起的场景 但他又立刻发现了一个 男是三脚裤的标记 顿时搞不清楚 对方究竟是男是女了 第二天在学校里 纠结的千代问杰岳会选什么标记 这一年后就问错人了 杰岳当然是三脚裤派 原因全是直线 画起来省事 千代大树打击 难道野其均真的信有所属了吗 就得知识 昨天的鹿岛突然找到千代 拜托他帮忙给大型道具涂色 千代看到鹿岛满脸伤痕 显然已经拜托了不少女生 但那些女孩只顾着乘风吃醋 最后活越干越多 部长直接大发雷霆 这下只好来找专业的外援了 部长对千代的到来表示了感激 他名叫酷 曾是社团表演的主力 但后来一只部长个子 无法出演主角 现在只好退下了负责道具 千代很好奇 即便身高不够 也可以扮演配角吧 鹿岛回答他 因为部长的演技太出色了 所以会和其他配角格格不入 不过现在部长已喜欢上了道路的工作 他细心的 在需要千代图子的地方打好标记 小千代定间一看 居然是熟悉的猫猫头 原来酷前辈就是那个负责背景的助手吗 还不等千代询问 酷前辈就被喊去处理鹿岛流血的烂摊子 最后还是千代路径不平控制就鹿岛 才终结了这次闹剧 可他也终于向酷前辈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前辈看到那个熟悉的三角裤标记 瞬间惊讶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千代将原来你也是吗 队长暗号的两人瞬间没得其乐融融 只有一无所日的鹿岛陷入人生怀疑中 难道说部长喜欢三角裤这样下垂的笑话 鹿岛仿佛明白了什么 结果当他信心十足地向部长说说三角裤时 毫无意外地迎来了一击痛击 晚上来到野骑军家里 千代还在原稿上看到了部长刘希的道谢 终于能彻底放心了 隔天他又在野骑军家里遇见了部长 对方是来拜托野骑军剧本的 这是两人之间书好的互利互惠 千代还意外地得知 野骑军写出来的王子角色 其实是用鹿岛所谓原型的 但在亲眼见过了对方本人后 饼笑的王子瞬间变成了口花花的大善男 这下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了 脸儿对剧本不太满意 甚至到学校也抓紧时间讨论 这引起了鹿岛的好奇 其中千代两人什么关系 千代不能说出野骑军漫画家的身份 只要回答 野骑军只是在用身体报答前辈而已 鹿岛惊呆了 既然是如此厘烂的关系 他大受打击 难道自己要失去部长的宠爱了吗 不 千代会毫不犹豫下手横坐的人 只有我 千代无语了 你那莫名的骄傲是怎么回事 不愿意放弃的鹿岛直接跑去问部长 自己和野骑究竟谁更可爱 部长毫不犹豫回答是野骑 鹿岛身受重创 在一起不能 千代很好奇 鹿岛到底想和部长发展成怎样的关系 文言鹿岛一脸幸福的说 结婚 这可把千代吓了一跳 他高中就考虑结婚了嘛 谁知道鹿岛话没说完 其实是部长结婚时 会叫他去表演节目的关系 哎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晚上 千代跟部长说了今天的事 然而部长一脸害怕的表示 自己结婚甚至连交女友都不想让鹿岛知道 因为那家伙的颜值 自己可是会被戴绿帽的呀 说笑结束后 千代和部长帮助野骑军检演剧本 两人分饰公主与王子 但部长精湛的眼睛让千代大致一惊 但鹿岛那风格满满的台词 又让人瞬间出戏 不明所以的小玉躲到门外 还以为里面的上演狗血三角链 结果野骑军直接抓中丁 要求他誓言女仆一绝 随着三人逐渐入戏 野骑军似乎来了灵感 结果又不自觉的将小玉带入女主 写成了一出严厉王子与茂诗女仆的大剧 不过经过这次会面 助手组的三人总算聚齐了 离开前部长还不忘发布团 只见他盯着小玉的脸端想片刻 最后得出结论 还是我家鹿岛最帅 为了转变心里对鹿岛的看法 野骑军还特地去看了戏剧师的彩排 进入角色的鹿岛果真气势非凡 野骑军仿佛看到了一位真正的王子 这下总算和他心中的男主角重合了 随着部长忙碌起来 野骑军的家里又恢复了熟悉的三人组合 因为都是男性的关系 小玉可以在野骑军家里留宿 现在很好奇 男孩子之间的留宿都会做些什么 小玉表示 当然是谈略有关女生的话题 说白了就是找野骑军当恋爱顾问 然而被研究的对象根本不是真人 而是小玉在恋爱游戏中的暧昧对象 很难想象 长着这么帅的脸 却无法与现实中的女孩子好好交谈 从此踏上了二次元的深渊 不仅如此 现在的他还试图拉野骑军入坑 野骑军直接用自己漫画制主角取名 接着就开启了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操作 女孩子撒娇就要他滚 遇到从高处弱性的女生一脚踢飞 这根本就是他故意选死亡选项啊 对此野骑军表示 除了漫画女主妈妹子 男主林默谁都不爱 你倒是别取这个名字呀 于是野骑军直接用了自己的名字 在选贼有攻略的女角色时 他一眼就看出了和小千代相似的女生 难道野骑军对千代有好感吗 不 他只是看网络评论说这妹子的剧情最好 但当野骑军用少女漫画的套路 尝试攻略角色时 却处处懵屁 完全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 他认为男生适当向女生示弱 更容易获得考喊 但小玉认为那样只会降低评分 两人互不向上 只好求助小千代 谁知道千代偏偏就吃野骑军这个类型 听到电话里野骑军无助的声音 瞬间心跳拉满 看来这次是小玉与白北 两人继续攻略游戏 却突然发现 比起各式各样的妹子 只有男主的斯当友田 对主角不离不弃 随意叫随道 男人的友谊 瞬间激发了两人的斗志 是要用漫画画出一个友田的美好青春 首先选择第一个攻略对象 难道谁才是友田最在意的人呢 那个让友田甘愿奉上三年青春 倾注了特殊感情的人 可不就是男主角吗 两人仿佛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等到第二天 小千代找到野骑军时 发现两人已经瘫倒在地 同校化了一整晚的鸡满 为了重新拾回对女孩子的信心 小玉开始展现自己的魅惑话术 但很快就骑虎南下 向千代发送求救短信 相反和同性相处起来的小玉与格外的放松 一时不慎就答应去参加联谊会 然而这个看似高丸实则菜鸡的家伙 从来没有参加过联谊会 如今沐浴成舟 只能拜托野骑军帮自己模拟了 首先是两个陌生人的自我介绍 小玉一不小心就带入了女生视角 恼羞承诺了她让野骑军来扮演女生 没想到野骑军打的是道具赛 拖耳朵一带开始面无表情的卖萌 等千代过来时 立刻目睹了这诡异的一幕 而这姑娘也不是啥正常人 立刻扮演起了黑店老板娘 得知不是情景居而是模拟的漾漪后 小千代立刻意识到 这是个向野骑军展现女子里的好机会 但野骑军实在是赢她太多了 二话不说做好了一切准备 等进去相互了解的环节后 听完小玉的自我介绍 野骑军还真的煞有气势的 拉着千代去厕所讨论了半天 到了女生自我介绍的部分 小千代直接名牌 我喜欢的类型身高一米九 黑短发 目光锐利 有点呆但很有男人味 这可以说是已经指名道姓了 但野骑军还是毫无反应 这男人果然是块雄木吧 一个是聊天终结者 一个是社交恐怖分子 被小玉勒领绝对不起参加联谊会 否则一定要让别人麻烦到死 最后小玉只好拜托路导 替自己参加联谊 三个男生一开始 还庆幸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然而他们对力量一无所知 整场联谊会上 所有女生直对路导现殷勤 活生生整成了毒霸结局 热闹的假期过后 生活又不如了日常 这天野骑军得知自己的泽宾要上门 立刻就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 千代没想到 野骑军对泽宾这么重视 难道对方是一个成熟性感的大姐姐吗 千代很不服气 再等十年 我一定也能变成这样 但真的见到本人时 小千代才明白什么叫现实的落差 泽宾名叫公前剑 是一位看起了一丝不苟的成熟大人 在收好漫画原稿后 完全不顾野骑军的热情挽留 头一部会就离开了 千代还以为对方讨厌野骑军 但实际上 这正是公前办事效率极高的证明 只要把草稿交给对方 顶多十分钟 马上就给投资结论 任何时候给对方发讯息 都会迅速得到答复 这便是野骑军最认同公前的一点 毕竟他曾经的某个责鞭 可是争人一年才会消息的奇葩 说起自己的前任责鞭 野骑军又忍不住吐槽 对方名叫千野 虽然长得帅 但浑身散发着不靠谱的气息 而且还很喜欢邀功 认为作品优秀 是因为作者听取了自己的建议 可以说是所有创作者都不喜欢的类型 这就导致野骑军长者的漫画里 跟泽鞭对着干 不然一定会看到对方自作多情的模样 虽然现在野骑军逃离了千野的阴影 但千野现在正负责的作者可就倒霉了 因为千野喜欢狸猫 所以漫画里到处都是狸猫 偏偏还跟剧情毫无关联 实在是铃儿毛骨悚然 最后那位作者终于受不了了 在对方最新的推理轩一漫中 黎毛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并且在黎毛阵亡后 整个漫画的剧情瞬间精彩了起来 可就在野骑军和小千代开始期待的时候 泽鞭前野居然在下集预告的标题里 直接标明了凶手是谁 这摆明了是恶意报复呀 怎么会有这样一圈谋刺的编辑 若其这位可怜的漫画家都员 居然就在野骑军的楼上 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 听说千代是野骑军的助手后 并热情的请两人上门做客 聊着在泽鞭前野 据说对方最近迷上了偶像 原因是裙子很短能看到胖子 并且还对都员做出指导 下一个动物可以画大象 这是可爱度仅次于礼貌的生物 都员小姐非常酷恼 因为这么大的生物很难放进漫画里 仅仅胜说着千野 没想到本尊就贸然上门 看到前野野骑军差点冲上去真人PK 千野带来了野骑军很久以前 想的游乐园资料 野骑军本来有点小感动 结果打开一看全是某人的自拍照 瞬间感到无比吓头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见过了千野后 天带立刻明白了宫钱的好 即便是下班时间 宫钱也会打电话与野骑讨论剧情 很多剧情解释不通的地方 都是由宫钱给出建议进行修改 因此野骑军能为成为少女之心的代言人 责变宫钱功不可没 这一天野骑军想要模拟漫画女主的心理活动 因此在学校里玩起了杰斯扮演 比如做了许多可爱的便当反给大家 再比如抢走路岛 体验一下被女生争议的感觉 但都领悟不到女主角 面对欣赏人世的幸福心情 直到放学时小金带出现 开心地将野骑军的便当照片 设置成手机壁纸 野骑军才体会到那瞬间的心动 当天晚上 他就画出了更加上泽宾吐息的剧情 看来宫钱先生又得加班了 这一天野骑军偶遇了篮球部的后备若松 在他画漫画前 可是个八块腹肌的篮球选手 现在变成了满脑子从黑色闪光的画质 后备很希望野骑军能回到篮球部 因为自从赖尾结月加入女子篮球队后 部里的日子简直度日如年 对方完全不怕犯规 一心只想着要把对方全都打倒 好好的比赛搞成了大逃杀 搞得后备最近都失眠了 野骑军一听 既然失眠了 那就来帮我擦线条吧 野骑军本来想放点BGM 却忘了里面是小钱带录制的 属于赖尾结月的美声演唱 没想到后备一听的歌曲 顺着就睡着了 这难道就是解铃还需寄铃人吗 后备一觉睡到大天亮 并对神奇的催眠歌曲 表达了极度的渴望 野骑军正犹豫要不要说 这是捷语的歌声 结果后备表示 以后还会继续来帮忙 野骑军毫不犹豫送上歌曲 当晚他就把这个便宜的桥段 画进了漫画 喜欢的声音来自自己的仇敌 为了不让后备心碎 野骑军誓死要守护真相 说到可怜的后备 这孩子难得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在球场上 又被解铃无情的蹂躏 让后备的自尊心碎了一地 为了洗刷耻辱 他决定学习漫画女主角 向解铃发起挑战 首先是一封看人片 完全是情书的挑战性 好在解铃也不是正常人 关注点居然是自己圆滚滚的 接着是正面对决环节 后备升起的质问解铃 为什么总是针对自己 比如在球场上朝自己砸球 转门让自己去搬东西 还拉自己去家庭餐馆 强行请自己吃饭 只给自己买礼物 这些行为 连偷听的野气军都明白了 鸡月很可能喜欢若松 偏偏后备一门心思想激怒节鱼 按照漫画里的桥段 女人很讨厌被和同性比较 于是后备指着节鱼大叫道 如果是声音部的罗雷来 就不会干这种事 不仅如此 后备还列举了一大堆罗雷来的优点 直呼对方为女神大人 几乎就是当场告白了 这一下倒真把节鱼整害羞了 甚至要求后备再说一遍 毫无疑问 今天也是后备的大失败 第二天 小天在学校里收到了求救短信 想起了野气军今天请假没来 难道是重病在床需要人陪 小天在兴奋的赶到野气家 男神竟然真的生病了 这不就是二人世界感情示威的经典情节吗 没想到野气军还叫来了后备部长 眼看三个工具人齐聚一堂 野气军表示 明天就是交稿日 但现在画出来的东西跟个鬼一样 只能拜托三位助手创造奇迹了 三个人一个负责背景 一个负责涂色一个负责擦除 根本没人会贴网点 小心部和队长试着做 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没想到后备竟然是个人才 第一次上手做到了完美 这让部长和千代大叔打击 立刻摆出前辈的姿态一番教育 接下来是最难的台词部分 因为周末不透漫画主角的心情 连人就只好带入身边的朋友 女主角就带入节约 男主角就带入路导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一定完美无缺吧 等到第二天 退社的野气军检查工作 在看到成品的瞬间 立刻做出了推迟教稿的决定 吸取了这次的教训后 野气军在下次教稿日前 就完成了所有工作 难道有闲暇时间的他 决定和小千代一起出去玩 难道这就是久违的约会吗 激动的千代都忘记了 眼前的男人可是铁树啊 走路时完全不考虑女孩子的速度 看电影一定选灾难片 就连吃饭也只顾着自己拍照 这都是为接下来的漫画取材 小千代也不抱什么期望了 还配合的跟着野气军 为女主角挑选衣服 这在外人眼里分明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但没想到适成的人居然是野气军自己 结果因为身材健硕 根本逃不进去 野气军只恨自己不是个苗条美少年 脸人只好退日求机次 准备买个洋娃娃回去做模特 不曾想在这里撞见了小玉宇 可真是射死当场 前代正犹豫该说些什么 野气军直接看中了手办的实用性 心虫虫的去挑商品了 前代意识到 这是个摸清男神喜好的居家机会 结果野气军买了个男性手办回来 谢气的他又跟着去买化财 蛮子而归的两人走到回处的路上 本以为这就是约会的全部了 谁知野气军突然开窍 邀请千代去自己家 小千代瞬间心动 难道这就是美好恋情的开始 结果只是野气军做才做多了 邀请千代帮自己解决负担 果然指望铁树开花是不可能的 小千代含泪炫了两大碗 吃完饭后 野气军还将今天买的水手符送给了千代 并邀请他作为模特拍几张照 这让千代感觉有些苦恼 便找到小玉想请教请教 然而小玉自己也是个菜鸟 由于被迫搭运了冲到美术社的模特 只能一个人躲在家里研究心体 本来想模仿手办的帅气姿势 却往了家里只有美少女手办 只要是让外人看就可就完了 忙活了一张碗全是无用功 第二天 小玉在美术社上体验了什么是地狱 无数详细又离谱的要求让他筋疲力竭 尤其这小千代 竟然想看见他赶稿中的野气军 恋爱到的女人真可怕 倒是野气军本人在听说当模特的时候 直接跑来美术部观摩学习 他画的主题是 脚踏实跳成了男人的末路 甚至还反客为主 把美术部全员变成了自己的模特 可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啊 女主角原型的扩难结束后 这次越该折腾男主角原型了 由于路导又一次试着逃离社团活动 当场为部长暗机灭口 没想到费来的书包里全都是少女漫画 而且还做了许多笔记 这本来也是部长画背景时参考用的 却让路导以为是部长的特殊外号 一直不住好奇心的路导也买了一本 没想到小玉看完后说自己也有 路导大为震惊 这本漫画难道是难够终身的圣经吗 可是女主角分明平平无奇 男生看这种书是为了什么呢 带着这种疑惑 路导找到了野气军 殊不知赌到了作者本人 就像所有花式几个月后再会都看自己的作品 只会觉得是黑历史那样 野气军只能模糊着回答 是那种看了后会觉得羞耻和后悔 但偶尔能感觉到自己成长了的心情 路导哪能领会到这么复杂的情绪 只好接着练台词的机会直接试探部长本人 看到部长读女主角台词读得那么认真 路导瞬间会作意 难道部长看少女漫画 带入的是女主角 再往更深处思考 莫非部长一直想出演戏剧的公主一决 路导以为自己抓住了真相 在下一次部内会议上 他勇敢的推荐部长出演公主 换来了部长的感动一击 但路导仍然以为部长只是害羞 于是每一天都开始给部长送女装 部长还以为自己为路导讨厌了 在做助手的时候也念叨这件事 本来路导就够让他头疼的 没想到最近的背景工作还越来越多 时代难应应付的部长 只好让野气军学了自己画背景 结果就诞生了各种角色 漂浮身高沉迷的诡异场景 小千代建议野气军 对着照片画背景会轻松不少 可这就意味着野气军和小千代 要充当漫画主角 这难道也在你的计划中吗 但别忘了 这两个人有巨大的身高差 其中的部长只好拿出漫画翻看 没想到这一幕被路导目击 唯唯部长想要野气军对自己公主棒 明白了部长是想要有人依靠 这一小误会更神了 隔天的社团活动上 路导就穿着王子的服装 给睡着的部长来了一个公主棒 在被其他人阻止后 更是化身牛头人 背着部长在学校里狂奔 虽然过程中鸡飞狗跳人笑话 但是路导在夕阳下摘掉头套的瞬间 部长还是莫名的被戳中了内心的柔软 当晚他便继续决定帮野气军画背景 作为交换 野气军下次要写一个王子变成牛的故事 还特意强调 诅咒解除时的场景一定要华丽 随着季节变动 今年的雨季如期而至 现在早早看过了天剧一报 所以故意没带伞 想和男神共撑一把 结果不出意外的野气军也没带伞 两个人通通被困在了学校 野气军一想起了漫画里 用校服遮雨的经典剧情 直接发明了一个诡异的新自治 自己看上去像个变态就算了 居然还将小千代也钻进来 结果雨太大 一层布料根本挡不住 接着没走几步就逃回了学校 在下雨的季节 古男寡女被困学校 如此浪漫且经典的情节 让小千代开始浮想联翩 而野气军突然转变为恐怖故事模式 一句后来 再没有人见过那两人 瞬间击碎了千代的幻想 野气军觉得 如果自己是漫画里的主角 遇到下一天 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给他送伞 结果下一秒 漫画走进现实 鹿岛和他的后宫团隆重登场 最后以一个神奇的阵形远去 紧接着 那个自带BGM的女人也出现了 结果直接把伞扔到千代头上 然后就帅气的跑进了雨中 这一下千代和野气军 终于可以撑一把伞了 然而直男根本不懂得 什么是绅士风度 让娇喜的千代一直撑着伞 偏偏千代还在幻想 在外行人看来 两个人应该像情侣一般 殊不知 其实更想压回给少爷打伞 另一边的部长和后辈 也看到了奇怪的伞阵 部长更是精准的抓住鹿岛 气势汹汹的拖他离去 如此鲜实的操作 把后背都看呆了 而野气军这边 终于由他来撑伞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一幕不就是漫画中 男主为了不让女主鳞鱼 故意把伞拼向另一边的剧情吗 于是他也试着把伞拼向小千代 结果却忽略了两个人的身高差 把雨水全都倒在小千代的头上 意识到这样不错的野气军 立刻和小千代换了个位置 自己走在外侧 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小千代护在内侧 然而一个没素质的司机驶车路过 直接把两人都打成了落汤机 可即便是这样倒霉的遭遇 依然让小千代去愿 希望这段路能够再长一些 如果能一直这样和野气军走下去 该多好 也没想到下一秒 野气军稀有灵犀 也说出了同样的话 然而还不等小千代感动 野气军就忧生的表示 家里一郎的衣服还没有收 根本不愿意回去面对 好好的氛围瞬间当然无存 来到野气军的家中 对方竟然让千代脱下湿涂的衣服 换上之前的水手服 再顺便摸他摆个pose 难道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 野气 虽然直到最后千代也没换衣服 但两人那天的经历 还是被野气军画成了漫画 千代满怀期待的翻开 本以为是他最喜欢的情侣伞 结果就是节约给千代递伞的那一段 这下真是彻彻底底的落败了 说回另一位漫画家多元小姐 最近有件事让他颇为苦恼 他的泽边前野居然要是在漫画中 再加入一只母狸猫 这下两只狸猫在漫画中 比主人公还要抢眼 讨论起前野这个性格恶劣的责鞭 两位漫画家共同响起 被对方乱改台词和标题的经历 由于多元小姐性格太软了 每次质疑前野都为对方反客为主 野气军便建议他反其道而行之 既然前野喜欢狸猫 那就狸猫多得让他厌恶 但竟然还是低过了前野的下线 对方不仅不生气 还大为赞赏 小星大也很讨厌打扮成离邦的男主角 结果独猫把男主的脸换成野气军后 千代立刻表示 这是自己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主 经过这次事件后 野气军已想着自己的漫画里加点特别元素 但想到的点子全被责编反驳了 反倒是前野看到野气军的草稿后 表现得非常喜爱 果然到了第二天 前野就命令独猫小姐的漫画里 加入新潮的高中生元素 可真是把人家为难坏了 还记得野气军不久前画的语中故事吗 据说读者的反响各位好 两个角色的原型是后辈和结月 野气军根本无发现 将这两人约会的场景 然而乌巧不成书 后辈突然上没诉苦 说是结月邀请他一起看电影 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这味道嘴边的素材 完全不可能放过 野气军立刻鼓励后辈去约会 后辈心里还惦记着要战胜结月 他又一次翻开少女漫画 胆着水里面的反派 用华丽的衣装眼压对手 可当他盛装打扮成绩赴约 怎么看都是为了约会而精心打扮 结月都难得的感到难闻情了 两人看的是一部科幻电影 后辈发现越是惊悚的剧情 结月就看得越开心 难道对方的喜好予于常人 明明到了最感人的地方 却直接昏睡过去 就连看完电影去吃饭 结月仍在不停念叨着 电影里最血腥的情节 搞到后辈完全没了胃口 不以为熬过了这漫长的一天 时日结月又拿出了一张冒险游乐园的票 威胁后辈 如果不陪他去 他又邀请其他男生 为了自己的同学不被祸害 善良的后辈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 这一天的经历 很快就被野气军画进了漫画 小千代克勒都猛刻cp 但野气军这个作者完全不干好 这一天 追星已久的后辈开始调查声乐部 试图寻找罗列来的真身 刚好遇到部长过来取材 原来戏剧是下一部要演音乐剧 但路导本人无音不全 只好找到结月 向他学习唱歌的技巧 听到路导魔鬼般的歌喉时 千代和野气军宛如身处心肠 见多诗广的结月早已带上了耳塞 虽然大家都不认为路导能学会唱歌 但姑且还是试着开始练习 这就苦了躲在门外偷听的后辈 他还以为这是结月的歌声 瞬间通情心泛滥 为他人的不幸和悲伤落泪 这天 戏剧社的一位演员骨折受伤 部长竟然要替对方上场 千代克野气军立刻赶过来围观 部长和路导演对手戏时 两人都非常投入 但因为两人过于熟悉 很难按照剧本射箭的情节进行下去 部长突然看到台系的野气军 灵机一动 想让其替自己上台 可野气军的演技实在太差了 还喜欢穿奇怪的戏服上台 部长无奈之下 只好再度换人 这次被顶上的是小玉玉 倒霉孩子被连红带骗的上了台 两个人拟赖无往意外的合拍 部长本以为和小玉玉混熟之后 后面的出演都可以拜托对方 却被野气军无情的告知 过上一天之后 小玉玉就会翻脸不认人 需要和他重新混熟 部长一脸无奈 最后还是决定亲自上台了 日子很快到了日常模式 这一天 小千代和野气军聊起了责边工钱 野气军回想起 一年前两人出的见面时 如同间谍接吐般的场景 那一会儿的野气军 刚经历了潜意的折磨 对自己的信任责边很不信任 但工钱很快凭借自己对剧情的理解 获得了野气军的认可 在那之后 两人的合作便越发融洽 但有些剧情上的问题 只有采访真正的少女才能解决 此时野气军就在和千代探讨 如何能涉及一段让人心跳加速的剧情 千代认为是收到惊喜继续 或者对方强行做了些什么 野气军立刻表示明白 可千代送上了中原级礼物 并且想要强行赛进怀里 最后千代只好黑着脸离开 但看着野气军的架势 似乎还不打算放弃 比如一脸认真地给千代当作业 或者用一些魔术道具惊吓千代 搞得小千代心理憔悴 殊不知真正能让人心跳加速的 恰恰之一些不被在意的举动 比如喜欢的人帮自己拿东西 还有就是在安静的庭院里共进午餐 千代几乎就要达到人生巅峰 却在放学后被野气军告知 心跳计划仍然在继续 此时的他俨然成了惊弓之鸟 野气军的任何动作 都让小千代严振以待 但直到抵达电车站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千代疑惑的问野气军为什么 谁知对方的依据 只是想和你一起回家 瞬间就把千代号给击沉了 第二天野气军将草稿交给了泽边 果不其然换来了对方面无表情的吐槽 因为没有带伞以及电车庭院 无法回家的人们纷纷来到野气军家中避难 一时间四个大男人共处一屋 其中还有女主和女配原型的史诗级会晤 因为后辈很会说话 瞬间赢得了小玉的好感 三个工具人都不知道彼此住所的身份 尤其是部长一直隐藏的很好 身旁人路导那家伙知道 绝对会到处宣扬搞成一团糟 既然三人有意隐瞒身份 野气军今天也不打算画原稿了 穿上围裙就打算去做饭 结果这边三人刚坐下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都从兜里掏出了绘画工具 赶紧若无其事地丢到角落 互相尴尬地笑笑 接着再生意地扯开话题 小玉打算聊聊男生最感兴趣的话题 并拿出学生花名册 询问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部长立为思索 回答腿长的那种 后辈子表示喜欢心灵美的那种 这俩观看大头照哪里看得出来呀 小玉有理由怀疑 这两人是在找茬 最后安抚大家的还是野气军的料理 由于电车一直停摆 野气军被让三人主动留宿 小玉和后辈感动到不行 只有敏锐的部长 在桌子上发现了野气军的笔记 漫画的下一期主题是 麻妹子和女性朋友们的睡衣派对 这家伙果然又在找素材 野气军甚至毫无掩饰 全程围观两人的互动 手里的画笔刷刷刷就没停过 任何说的话都被篡改为女性发言 就连三人睡觉 野气军也不大地忘过 他干脆开诚公布 摆脱大家整点素材来让自己化 考虑到如何在夜间合作的剧情中制造高潮 野气军随意点了两人 你们俩先活物吧 快醒醒 你画的可是少女漫画呀 还是小玉比较懂 直接问部长对陆导有什么感觉 部长可不打算老师回答 反问后辈和陆里来有什么进展 吉人聊着聊着 还是把话题引向了千代 正打算好好问问野气军的看法 结果这家伙自己先一步睡着了 并且无论怎么叫他叫不醒 没想到等他睡着之后 这三人反而闹腾了起来 大号的素材白白浪费 不过应该也无人在意了吧 至于吉人议论的千代本人 这会儿正躺在床上 持续锻炼自己的恋爱脑 才来到冰箱前 拿出里面的告白礼物 那是之前情人节 是没能送出去的巧克力 看着自己写着的表白卡片 小千代有些迷茫 这份心意究竟能不能完整的传达出去呢 说到日本的夏天 一定少不了花火大会 这也是年轻男女眼中的告白圣地 女孩子们纷纷讨论起 男孩子送什么礼物意味着游戏 千代想起 也吉君送自己的亲笔签名 顿时就被节约吐槽 赶快放弃这种男人吧 他也不在意 拿出没法送出的巧克力 打算给大家分享 结果大家可不买账 认为这东西应该送到该送的人手里 你们以为千代不想送吗 一切还要从情人节那天说起 这一天的也吉君非常忙碌 倒不是说有人送他巧克力 而是他要到处去猜 导致小千代一整天都没抓住机会 而实际上 也吉君早在情人节的一个月之前 就开始暗暗期待了 但因为得罪了伴侣的女生 最后连一块友情巧克力都没收到 千代很好奇 大家对收到巧克力的看法 并去询问节约 没想到节约上次收到巧克力 已经是他三岁时的事情了 千代又提问路导 这家伙的人气这么高 可以说是收巧克力收到手软 不过他只给部长一人送了巧克力 说到对部长的看法 路导格外坦诚 说是那种敬重的喜欢 他当时就是因为看了部长的演出 才决定来这座学校 并且在入学那天 被部长邀请加入戏剧社 这也许便是命运的指引 小千代听后内心十分触动 他也想起了入学时的那天画面 考虑再三后 还是决定将巧克力送给野气军 毕竟里面包含着自己 沉睡了五个月的恋心 可就在经过转角时 千代和野气军本人迎面相撞 少女的恋爱心洒了一地 看到小千代勉强的笑容 误有于对方在生气的野气军 毫无由于捡起巧克力塞进嘴里 小千代看到这一幕感动坏了 作为赔礼 野气军答应送糖果给千代 虽然迟了很久 但在小千代心里 这也算是情人节 与白色情人节的相互回礼了 回到陆导与节育这边 结束了声乐练习的三人一起放学 今晚就是夏季庙会 小千代特意穿上浴衣 陆导和小玉站在一起 引动了无数女性的手类本能 为了这次庙会 小玉特地按照恋爱游戏的套路 穿着正宗的浴衣前来 但令他失望的是 放眼望去 几乎没几个女孩子穿浴衣 七代一九的世间CG就这么跑堂了 野气军和后辈完全不像在逛庙会 他来参加这种活动 纯粹是为了漫画俱才 任何一对路过的情侣 都可能激发他的灵感 眼看一个狂笑的女人飞奔而来 后辈的身体下意识开始颤抖 但是在看到节约身边的陆导时 不知道对方真实性别的后辈 立刻把陆导当成了 在和节约约会的帅哥 擅长脑补的后辈 瞬间就把陆导当成了 王二就分手的渣男 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 后辈已经开始为节约的不幸而伤心落泪 当节约丢下陆导不管 拉着后辈火速离开时 后辈又脑不危 节约这样做是为了让陆导吃醋 这孩子的想象力 真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 部长这边也在敬意的拍照取材 突然就看到陆导出现在画面中 而小千代也因为和节约走散 命运般的遇到了野气军 没想到今天千代换成了蝴蝶结 野气军差点没认出来 这一波错误释放 深深伤到了小千代的心 不知不觉中 各个CP组已经就位 不知道是庙会的氛围太好 野气军竟然吃了千代手中的苹果糖 这样的举动对钢铁之难来说十分罕见 为了去高处拍照取景 野气军将衣着不便的千代高高举起 这熟悉的画面 瞬间将千代的思绪拉了回去 在开学室那天 因为坐坐电车而迟到的千代 遇到了翻墙翻到一半睡着的野气军 面对同样迟到的少女 野气军将其高高举起送过校门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不知为何 野气军下一世就将那时女孩的发型 画进了自己最新的恋爱漫画 诞生出如今的女主角马美子 而现在 两个人并肩望着生起的烟花 往日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在有哭有笑的岁月里 即使两人的关系毫无进展 但彼此的心一定在慢慢靠近吧 归是神差之下 在最后一朵烟花绽放的瞬间 小千代终于说出了那句 我喜欢你 两个人四目相对 久久凝视的对方 可就在野气军给出答复的瞬间 心轮的烟花生疼而起 盖住了野气军的声音 我们之间仍未知道 那天野气军究竟说了什么 直接的鹿岛的力气很大 小雨抽到了想要的扭蛋 后背追着到处乱跑的节约 回头间 少女脸上的笑容很甜 在花火大会的末尾 野气军凑到小千代的耳边 与其郑重的回应少女 我也很喜欢烟花 小千代愣了愣神 虽然有一瞬间的委屈 最后还是因为 这意料之中的直男回答而开怀大笑 却忘记了 其实自己的淤衣上 恰好已有烟花正无声地绽放着 属于月刊少女的故事 依然未完待续